我爸他找到工作了 刚刚中午打电话给他叫他过来吃饭 他说他在上班 已经吃完饭了 去到我们村康那个马路上 还是他的老板在人行道上面 嘟嘟呱呱 我现在要过去找一下爷爷 你去不去 去 走吧走吧 我爸说昨天下午出来逛的时候 找到这个工作 211天 爸爸呢 你找到工作都不可以跟我们玩了 下班可以跟你玩啊 他等一下6点钟下班 我已经看到我老爸了 在这里挖这个人行道 上次是铺 这次是挖 爸 你家整个里养班吗 整个里养班 整个里养班 哦 过去挖是怎么挖子 过去挖是怎么挖子 我爸说是这个消防水 地方在漏水 然后不知道哪里 然后让他们挖 这一段都是很多的挖 挖了挖了很多地方 爸爸你能够养到今天哪班了 有点美啊 我爸说六点半下班 找杨几个蟹子到一天啊 哈 几个蟹子啊 几个蟹子啊 九个小时 然后哎过来你过来你这个 我爸说他是昨天遇到这个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 然后找到这个工作的 在外面逛的时候问他招不招人 然后他说还招人 坐到什么时候啊 这里上班 哦不是 我说你明天还有没有人做 哦也不知道啊 坐一天算一天那种 我爸他行不住啊 这几天也是急得很啊 老是在外面坐在那找工作 我老爸这个工作热了点啊 这太阳太大了这几天 那是方便啊 就住在我们 就住在这里面 我爸他说累一点都无所谓啊 主要要工资高一点啊 这个210一天还是可以 还有35块钱吃饭的 那加上210那就是 那就245啊 哦那可以啊 你也是245是吧 哇那都一样的 那可以啊 这个是我不想坐啊 太累了 太累了 但是大又太大了 吃太热了 杜杜 爷爷这里上班 你看累不累 你看你的没没没没干活的 出这么大汗啊 爷爷好累的 那你那个工资是一天一节 还是做完再结 没有 你住三五天 你不住了 他也给你啊 哦 那挺好的 那我老爸他肯定有的干 他肯定会一直在做的 他这个人 他住到这个月底啊 我也住到这个月底啊 坐到这个月底是吧 是啊 能住那么久吗 问题是有那么多猴住吗 我住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住了 我住在那边不想跟他住 哦 那可以啊 他看见到这有好猴 带我老爸一起去住啊 哈哈 你住在哪里啊 住在这一层 增城 哦 这里我 那公司里面 我去那边 哦 还包住啊 那里好玩啊 那里包住 包住不上大洋 哦 哈哈 那里公司低了一点 哦 那是轻松是吧 我老爸他是 干嘛 你要掐上一点去搞鬼啊 哈哈 是不是 我老爸他行不住 他还有个小儿子 哈哈 还有个小儿子 还有个儿子 我还有个弟弟啊 十七岁的弟弟啊 哈哈哈 说你个生吗 我两个儿子我都不管他 他自己搞的 皇子什么都是自己的 你帮我劝一下我老爸 哈哈哈 那两个儿子 大老板 你这孩子呢 敢叫个火啊 哈哈哈 自己有钱就好啊 自己有钱都要好 到底啊 他这里啊 他表现太好 打个比方他也参加了 他有小儿 有时候他没钱 他不会把钱给你啊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大叔说的 很有道理了吧 哈哈哈 是啊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罗军要自己啊 你这么大你这么大年纪了 他有时候给一点给你 自己挖出来啊 是不是 你不是老师学学学 不要太走 瓜瓜 爷爷在这干活 你在这里 爷爷挖坑 你在填坑啊 哈哈 事实证明啊 只要你想找工作 像我喇叭一样都出来走 肯定找得到的啊